及时新闻综合报道,花莲在本月6日发生规模6,林墙镇造成当地严重房屋损坏,导致多人死伤。 一名从日本来台湾的游客特地在入住的饭店内留下一张台湾的速写图,希望在这个危急的时刻为台湾打气,让饭店房屋人员失了眼眶。 台北亚都立志大饭店13日在脸书PO文表示,日本游客在坊内留下一张便尖,亲笔写着台湾加油字字,并续腻绘制了壮丽优美的台湾景致,希望将这份温暖传递给花莲地震灾民,让在后世宜能尽快告一段落,充现花莲的美好风光。 远见杂志报道,在台北亚都立志工作超过4年的资深房屋人员田竹军,他准备整理一间客房时,发现客人用饭店的兴致,用原子笔描绘出台湾地图,而围绕在周边的都是台湾的知名景点,像是台北101大楼,平西天灯,高雄连石盘,九份山城等,最后则在正中央写下台湾加油四个字。 报道提到,田竹军从不认为自己是感性的人,但看着这张纸眼泪却不知不觉地落下,田竹军后来与同事上网查询,发现这名房客大幼来头,这名31岁的女房客村上校,Saki Mirakam,原来曾获得Saint Night艺术创作大赛日本冠军。 村上校室后也在推特上表示,当我前往台湾时,听闻花莲发生强症,担心是否该前往台湾,但最终还是去了。 虽然到达当地人感到不安,但被台湾人的热情抹去。 我爱台湾 我爱台湾人